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,研究人为基根,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服务于农业、工业、贸易等个类服务业,如交通运输、物流、邮政快递、批发零售、信息服务、科技服务、商务服务、金融、节能环保服务等。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关乎经济运行效率、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,对农业、工业、贸易的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。 从发展阶段看,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有些发展的已经相对成熟,规模也很大,如交通运输、物流、笔发、零售、金融、商务等。 但有些生产性服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,如信息服务、数据服务、科技服务、工业设计、电磁商务物流、配送、节能环保服务等新兴服务业。 从近些年发展看,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很快,主要得益于工业化、市场化、信息化、全球化、城市化推进。 工业化生化了产业分工,许多生产企业将服务环节进行外刀,市场化激发了市场活力、资源与要素组合更负效率。 信息化使得企业应用数字技术,加速了其联金生产、流通与生活的能力,其扭带性作用更加明显。 全球化使得跨国服务企业,分为进入中国,对本土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很强的外溢效应,程序化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,加速成乡服务业一体化。 国内许多城市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,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占地区GDP的比重较高。 如上海重视科技服务业、商务服务业、金融、国际行业、物流等,正在着力打造全球科创中心、国际金融中心、国际行业中心。 深圳重视信息服务产业、创意产业、物流产业、金融产业等。 国内一些内陆城市为了增强开放能力,大力发展商贸流通、物流、信息服务,以增强自身连接世界与开放开发的能力。 国内许多城市与地区形成一些服务业集聚区、服务产业集群。 要看到,我国生产性服务业,总体仍至后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,与农业、工业、贸易等联动不足。 从成熟度来看,生产性服务业还处于成长期,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 除了交通运输与物流而言,尽管我国交通运输,物流市场规模世界第一,但多数市场主体销散弱,市场秩序也不太规范。 公路货运过度竞争,铁路运输竞争不足等。 国际快递、农产品物流、医院物流、航空物流、亿项物流等相当薄弱。 展望未来,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广阔的空间。 因为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,产业结构、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与升级,国际贸易继续扩大。 特别是,生产性服务业将呈现十大趋势。 一是体系化,二是数字化,三是品质化,四是个性化,五是平台化,六是绿色化,七是国际化,八是集中化,九是普贵化, 十四跨境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